今天的話是第五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大概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當然就是我們 在繪製那個折線圖的部分 把它稍微做個複習 那折線圖當然 主要是那個匯率總共有10個欄位 那假如說我希望 把那個美元人民幣 反正看你要怎麼放就怎麼放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主要是把原來一整欄 從美元人民幣 然後歐元日幣 一直往下放 那如果我希望左右各一個 左邊右邊各一個的話 那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也就是說圖 那個圖要怎麼去安排 去放你要放的那個圖的位置 那實際上是可以透過程式 然後讓它自動去排版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的話 如果將來你希望 客製化你想要放的那個圖形的話 而且圖不是說 一個工作表不是只能放一個 你可以放多個 而且你可以放很多個 那假如說你有多個圖 你希望輸出的話 那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當然我們上禮拜主要是 把一個變兩個 那一個變兩個的話 就是上個禮拜有個比較重要 就是在回圈裡面增加一個 一個敘述 那個敘述的話叫MOD 所以這個MOD可能你們要特別 如果你對於這個MOD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要稍微就是在稍微練習一下 那也就是說我在回圈裡面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I的值MOD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2的余數 如果等於1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奇數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的時候 因為它除以2之後余1 那什麼時候會余1 如果I等於1的話 I如果除以2之後余多少 余1嘛 有沒有 有沒有 那當然這個條件就為tru 如果為tru就執行為tru的 為false就執行為false的 OK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 最關鍵的就是這個敘述 那把這個敘述放在if跟then中間的話 其實就OK了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延伸 假如說 你說 我希望呢 把原來的2 本來有 兩欄 我覺得兩欄還不夠 我希望三欄的話 那怎麼變 那其實一樣嘛 你就把iMode iMode3 如果等於1的話 就第一個 等於2的話 就第二個 如果整除的話 就第三個 有沒有 如果你要放3個的話 OK 三欄 你說4欄的話怎麼辦 一樣嘛 你就再把iMode4不就好了 那後面就123 然後整除就是4 就最後一個 不就類似啦 那這個是我想出來 目前 應該是相對簡單的方法 因為 當然你說 如果你想到有更簡單的方法 歡迎你再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 我講過啦 其實很多的 城市 都是直覺的 比如說我覺得 怎麼寫會比較 比較順手 我就這樣寫 OK 所以這個 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都有答案 你們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的話呢 後來我們就 再延伸另外一個範例題 就台電的這個範例 那這個台電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是把資料先下載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主要是希望 統計一下說 台灣 就是 比如說六都啦 或者是各縣市 到底 耗電量呢 哪一個縣市 是最高的 我希望把那個最高 或者是前 前三名前五名 把它凸顯出來 但是呢 我們去台電的那個 就是 開放資料裡面 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呢 他的行政區 他居然給的是什麼 給的是一個 郵遞區號 這很奇怪 郵遞區號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中華郵政 對不對 那你乾脆就給我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縣市名稱 但問題他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 會變比較麻煩 那怎麼辦 我們可能 希望 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從郵局 這個郵遞區號呢 把它再反查查詢 縣市 也許啦 這個地方要 必須要多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 也許就縣市 比如說我希望呢 把那個縣市查回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再增加一個 就所謂的縣市的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呢 可是問題 要怎麼樣剛好知道說 這個10 這個100就是哪個縣市 有沒有 那當然 Ctrl 向下 這個資料應該蠻多的 哇 6萬多比 所以6萬多比 如果你用人工來查 那絕對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先怎麼樣 先有一個表 所以理論上 當然你這一題來看 最直覺想到的應該就是 你可以插入函數 用那個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VILLE函數嘛 那VILLE函數的話 當然會需要什麼 你要查什麼有地區號 那需要查回來的就是縣市 可是問題來了 那VILLE函數的話呢 他一定需要什麼 你要查什麼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要一個 table 一個表格 那個表格的話 基本上 第一個欄位就是郵遞區號 有沒有 那也許第二個欄位就縣市 那我把第二個欄位的資料帶過來 那我就得到縣市 那問題目前沒有這個表格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表格先給取得 不過當然我找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那個郵遞區號 我是直接找那個中華郵政 但是中華郵政提供的資料 可能就不是正規化的一個表格 所以上個禮拜我花比較多時間 就是想要轉 然後他有同學蠻好心的 蠻認真的 回去就找一下 果真有那個表格 但是我其實的訴求是 我只是要練習 我並不是說 找當然也 花一點時間找應該找得到 可是我主要是希望說 因為工作上面很長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拿到的資料 絕對都不是正規化的 也就是它是原始資料 你需要把它變成 你以後的那個樣子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做下一步 不然的話 你這個 就必須要土法練剛花很多時間 所以上個禮拜我是利用那個 這個資料 這樣後來我乾脆就是直接乾脆把它複製過來 因為我主要是 希望把它做個練習 那這個資料的話 那個中華郵政上面是有啦 不過 我覺得那個要找 我還有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有提供 所以我後來乾脆直接把那個什麼 中華郵政的那個表格乾脆直接扣過來 那主要是要你們練習 假如一個狀況 就是呢 你不要去特別去找 假如 假如沒找到的狀況下 那我就把這個檔案 這伊斯亞檔 這裡面其實就是這個表格 所以你們待會 如果你上個禮拜有下載 你用你上禮拜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乾脆就把這個表格 直接乾脆call一個 新的工作表 把它貼過去算了 這個表格有沒有 Ctrl-C 然後呢 我就直接在這個表格這邊 新增一個好了 把它Ctrl-V貼上 這個表格的話呢 大概長這樣啦 我們上禮拜要講就是 如果假如說你要查表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說 它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資料 實在是完全不可用 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個 它的限式剛好在A1 然後它的區 剛好在那個A2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把它 變成 也許第一欄就是限式 第二欄就是區 第三欄就有地區 OK 那當然啦 如果我希望 不要用土法煉鋼 那你說 如果不土法煉鋼的話 該怎麼做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 第一個階段 我們就是什麼 把這幾個區吧 後來我觀察一下 好像它就是這一區 這一區有沒有 第二區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區 也就是有六個 Range 六個區域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六個Range 全部先把它 從 六個區域變成一個區域 也就是把這一塊 搬到下面 這一塊搬到下面 這一塊 也一樣 總共有五個區域 把它搬過來 那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們 我記得我們好像寫了一個程式吧 所以你們可以在這邊 我這個合併的部分 我把它先 這個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 郵局 那個郵力區號合併的第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主要是解決我剛剛講的 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就是呢 我把這個 這個範 這個D一直往下追蹤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邊有個R 等於什麼呢 Range A1 向下追蹤 OK 所以呢 我知道 不對 這個應該是 我應該 這個 這個地方 向下 最終 理論上 如果我要call的話 應該是什麼 應該不能用A1 如果用A1的話 變成說 每一 Ctrl向下 那每一次65 可是問題哦 我們這個區 第二區的話 Ctrl向下 他應該是66 所以呢 這我可能要改一下 如果放雲端 這個地方應該把它改成D1 也就是說呢 我從D1去向下追蹤之後 我知道這個範圍 他是從D1一直到E的66 OK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呢 把它copy到哪裡呢 copy到 哦 跟正一下 跟正一下 不對 這個 這個R 指的是什麼呢 並不是這個 向下追蹤的哦 而是指的是我將來要放在哪裡哦 OK哦 所以 跟正一下哦 那所以呢 這個R 我向下追蹤之後 我發現他應該是65 那為什麼 加1哦 因為我希望把它call到這下面來 所以哦 我這邊按F8好了 我主行跑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R就是我要call的 然後把那個範圍call過來 不過可能有同學會問啦 說老師那你這個E6666是不是可以用追 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哦 如果還要寫有點複雜 所以我先寫call過來這個動作 那未來如果假設哦 你們要完成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call到他的下面去的話哦 其實有一個很簡短的寫法 很輕簡的寫法 就是什麼什麼點copy 那記得呢 前面一定是哪個範圍 就是指這一塊 點copy的話呢 後面告訴他 你要 複製到哪一個儲存格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點copy後面哦 只要給一個儲存格 你說老師那問題是前面是範圍 為什麼後面 因為後面指就是左上角開頭 你只要開頭 他自動會延伸出去啦 所以你不用管 反正貼過去就對了 OK哦 所以我先把它貼過去 那你會發現他剛好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下方 有沒有 OK 這個應該我 這個應該寫錯 應該是 要把它改回來 OK 所以把它倒車一下 層次可以倒車啦 再來一次 所以這個把它call過來 OK 所以呢 那他就會貼到哪裡呢 貼到66 往下 那再來一樣哦 我就是在追蹤R的最下面 R最下面現在133 所以ctrl向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132加1嘛 那一樣把那個範圍資料call過來 所以呢 我就一個一個把資料call過來之後 總共有後面的那幾個區嘛 那call完之後 當然最後的話 我需要把這個後面的資料清掉的話 那最後我就怎麼樣 把它清除 那清除很簡單嘛 就D1一直到Q66 應該到Q吧 對到Q66 然後等於空的 這樣就可以了 等於空的 那你會發現後面的資料呢 就會被清掉了 那可能會有同意會問說 老師問題那表格框線怎麼清 所以如果假設啦 如果假設你希望連表格框線都清的話 那你就不能等於空的 等於空的是清資料 那如果你要連 他的那個框線也清掉的話 那就是clear 點什麼的方法的話 你們可以記一下 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要清資料的話 他叫clear contents contents就是裡面的 其實clear contents的結果 跟等於空的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要連那個表格框線也清的話 那你就給他一個clear就可以了 ok clear的話是 他連資料跟格式通通清掉 所以他包含clear format ok 把它清清楚 那所以你會發現 D1到Q 的那個範圍的資料就被清空了 那第一個step就ok啦 可是問題 其實這邊應該也可以清 所以這裡的話應該從c 好 c把它clear看看 那會不會清掉那個 ok 沒錯 c1到Q 66 這樣比較 比較ok 好 那第一個step ok之後的話 那如果說我下一個階段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兩欄 第二個step 我希望把它正規化 所以我希望再把它拆解成怎麼樣呢 把它拆解成三個欄位 所以第一個欄位也許是限式 然後第二個欄位也許是區 第三個欄位呢就是遊歷區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 這兩個欄位 變成三個欄位喔 那這個時候當然喔 就不是土法鏈鋼 如果你要土法鏈鋼 其實好像也大概可以啦 只是說很浪費時間耶 有沒有 所以可能這個限式要搬到這邊來 如果你 Ctrl C嘛 這邊Ctrl V 然後這邊的話變成到這邊 然後Ctrl C 然後這邊Ctrl V 然後這邊怎麼樣呢 這邊就是向下填滿 一個也可以耶 那可是問題你有22個縣市 你22 好像有點浪費 但是喔 如果假設喔 我不希望你們土法鏈鋼喔 我希望呢 你們可以喔 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可以自動完成這件事的話 那程式應該怎麼寫 我想想看好了 其實這個應該也不難寫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 上個禮拜最後其實講到那個 主要是希望喔 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所謂的那個 由地區號資料的 所謂的那個正規化 那這個主要的訴求啦 就是 如果以後遇到類似的狀況 我們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那個資料 不用人工的方式整理出 我們要的那個格式資料 OK 那當然你們 你們那個表格資料喔 除了說可以從那個 就是 中華郵政裡面找之外 那你也可以從 雲章我是把它貼到24頁這邊 那個表格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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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